请收看 慧律法师 冯雪讲座 了之忘 不早 就是现前清静自信 不需要断 所以有的人妄想很多 他很苦劳 他想个办法要把它断 你想个办法要把它断 那个要断的念头你还是忘 所以不求真 不断忘 你求真 真就是当下就是现前 你一求就又变成有能所 又化作无名了 真不可求 无心就是真 无所得就是真 不断忘 忘心不可断 了之忘 当体就是菩提 也不可以用断的方式 我现在有的人 比如说 他淫欲心很重 拜佛 一拜 观想 阿弥陀都没有穿裤子 他内心里面很罪恶感 他是圣人 阿弥陀是圣人 我竟然一拜 想到观世音普上没有穿 阿弥陀没有穿 想到我跟他又好像很亲密的关系 结果最过无量 一直磕着一直磕着 他过来不敢去佛前拜佛 他一看到佛 他那个妄想 他不是太愿意的 他控制不住 他因为淫欲心很重 结果都不敢到佛前 他躲在旁边 阿弥陀佛 我说 你哪里外去做明头前拜佛 啊 师父我不敢去啊 我说 我去那边都在打妄想 这个欲望就起来 我就会乱想啊 我对佛很不恭敬啊 对不对 啊 我很痛苦 我很辛苦 我说那你怎么修啊 我想尽办法要断他 想尽办法要 要割除他 要断除他 我说那些 我知道他方法错误啊 我说那现在呢 啊 更加痛苦啊 没办法 不晓怎么办 我说你方法错误啦 那请问师父啊 那以后怎么办 我说以后记住 当你的妄想起来 不要管他 不要管他 提起正念 不要有罪恶感 你一心念佛 一心念佛 那么阿弥陀 那么阿弥陀 你不要管他 你越有罪恶感 妄想又越多 你再想一个办法 要除塌塌 那个也是妄想 这个人所不断 犯了无量的过失 了知一切 跟人士所显现的 虚妄 不实 当体极空 你不要管他 那是习戏 没有关系 习戏 也是一种影像 影像也是一种习戏 你只要放下 不要管他 你不要插他 你越插他 他越插你 你不要插他 他知道知道了 当天呢 我就在他家 你跟指导 我说来 你现在坐着 白总啊 心事都不要想 来 坐着 你注意你的 现在注意你的 起心动念 你又没有发现 那个念头 一下子起来 一下子又变另外一个念头 又变另外一个念头 你这个念佛 一直没办法持续 对不对 他说对 这个忘本无根 妄想本来叫无根 所以当你起来的时候 你不要追恶本 你觉得 这是不实的 你单提一句佛号 万言放下 一句佛号就提起 不要重复的 一直想要压制他 断除他 那你这样修行 才是正确 后来他忘想 一起来 师父讲的 我不差你 你就把他看得清清楚楚 我说啊 忘想就像贼 贼一来 你就把他看得很清楚 你不要管他 这个贼不敢乱动 不敢偷东西 他是用师父这种方法 忘想一起来 一样 一样念你的佛 啊 很如影甘露啊 他说我用了这个方法 一直想要断啊 弄了多少 多长的时间 我说你这个 犯了一个 《圆节经》里面 只做认灭的指 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只做认灭 常常的人 用指注妄想 拼命要把它断掉 要把它灭掉 只做认灭的灭 错了 妄想起来 你千百只刀子 你割他不断 千百条绳子 你捆他不得 你如何要指他 要断他 不对的 妄念就是菩提念了 了妄本空 菩提念 你只能现前 他说呀 这个修行啊 后来那个基士啊 说 这个修行啊 没有善知识啊 师父 我今天没有碰到你啊 我到死啊 都不可能啊 心定下来 但但这个罪恶感呢 就让我痛苦不堪了 修行真的要善知识啊 有方法错误 自己又撞 做了很久 都没有办法 我说那现在呢 隔了一阵子以后 我又去看他现在呢 哎呀 师父 现在清凉多了 知道了 了妄及称 知患及离 离患及觉 就这么简单啊 所以啊 妄想啊 也是习气 你呀 不要以为 这个很多人这样子的呀 很多人啊 都犯了执咒 这么严重的 他一看到佛像 自己也有淫欲心很重啊 一观想起来 哎呀 师父啊 这个我不敢说啊 都看到阿弥陀 都没穿啊 观世音师没穿 我想到我跟他很好啊 这个罪很重的 那一直是罪恶感很重 你看 所以我跟主委说啊 修行啊 不是你在家里面啊 但是一直在里面 哎呀 不要出来听经啊 我重复地告诉你 刚刚出家 或者是来听经文化 不是赶快去找一个山上 没有能到的地方 赶快躲起来 赶快拼命的用功 我说那个不叫做用功 那个叫做生死法 悟道 你今天要修学佛道 你要赶快找一个善知识 找一个清静的道场 要一直 要稳住 要先不要动 先了解清静的自信是什么 你五年十年二十年 你统统弄清楚了 你到山上去 你是大自在人 你今天一个修学佛道的人啊 非常愚痴 非常愚痴 我出家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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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山顶 弯理城市 远离厄园 赶快到一个清静 没有人的地方 我告诉你 心没有清静烦恼制 还是没有解脱 哪里是净土啊 心静则国土静啊 因此我们不了解说 不求真 不断断 哇 这个是开悟的人讲的 这一句话是大测大悟的人 才能够讲出这句话 真不可求 瞭望极真 因此啊 我们一定要了解 修行啊 急不得的 你急什么 是我曾经告诉我们 这些徒弟说 你今天你在文书讲堂 亲近师父 你在这里听经五年 你试试看 好 你今天你认为 这个环境比较差 比较吵 你到山上 你去五年 你试试看 在这里也亲近师父五年 你到山上去多五年 你两个人 五年后来见面 来谈谈谈看 这里悟到你那边 我告诉你还在五名 不骗你 你不要 你到山上五十年 你都没有用 我告诉你 为什么 你有善知识在旁边知道 你怎么下手啊 你以为远离吵闹 就在这修行 错了 佛法是心法呀 是佛法 但是心法呀 不是你跑到没有人地方 就在这修行啊 那猴子被关在山上 都是吃那水果的猴子 怎么不会成佛啊 没人家也吵 对不对 不是这样子的 要弄清楚的 善知识才是最重要的 with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